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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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钢管压草一端放在机器滚花轮上 另一端放在支架上 使钢管与机器处在同一支线上 支架应放在钢管长度 距离机器约四分之三处 调整支架上下位置 支架这端应略低一点 锁紧支架手柄 按下电源开关 先让钢管空转 观察钢管有无向外刨管 如刨管 必须重新调整支架左右方向 或者切换到顺开关 以改变电机旋转方向 只有钢管不跑管时 方可工作 关掉电源开关顺时针 旋动油棒解压阀 摇动油棒手柄 使压轮往下运动 当压轮碰到钢管时 停止施压 查看说明书上钢管压草深度 调整油棒上 卸位螺母 固定好尺寸 重新启动电源开关 钢管转动 摇动导轮架的手柄 使导轮碰到转动的钢管 锁住导轮架上的锁紧和钉 各方面调整好后 摇动油棒手柄 使压轮慢慢地压入钢管 每施压一次手柄 至少要等钢管转一圈 直到钢管压到所需深度 松开油棒上的锡压阀 使压轮架 恢复最高位置 本次接近133毫米钢管压草时间 大约在1.5分钟左右 用压草专用钢皮尺检查 钢管压草深度标准 合格后排出钢管 然后用卡尺检查 A B尺寸标准 新机器出厂前 我们已调好A B尺寸 如开始加工 每一规格范围钢管时 先更换机器上压轮 然后换下滚花轮 换压轮时 先松开压轮架右侧的固定螺丝 用手转动一下 拿出压轮轴 换上压轮 换云花轮时 先松开主轴锁索紧螺目 用螺丝刀敲动一下 拱花轮 拿出拱花轮 换上机器 把压轮架往下移动 您需调整压轮位置 则先把压轮架往下移动 用卡尺 直接检查钢管端部A面尺寸 一般情况下 不需要调整 如A面尺寸不对 先松开压轮架上的 两个固定螺丝 转动压轮架上的调整螺杆 调整达到所需之寸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来 来 珍瑟 刚好 请不吝点赞 来